老年痴呆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,不同于一般的记忆减退,它更严重和持久。 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,他们的饮食也需要特别关注。 下面是不能吃的水果,老年痴呆不能吃的水果。 1. 柚子 老年痴呆患者是不能吃柚子的。 因为柚子中含有一种叫柚皮肝的物质,这种物质会影响药物的吸收,从而使药效变弱或者失效。 2. 石榴 老年痴呆患者是不能吃石榴的。 因为石榴中含有一种叫马钳子碱的物质,这种物质会影响脑部神经的正常工作,从而导致痴呆症状加重。 3. 荔枝 老年痴呆患者也不能吃荔枝。 因为荔枝中含有一种叫荔枝毒素的物质,这种物质会损伤神经系统,从而使痴呆症状更加明显。 4. 橙子 老年痴呆患者也不能吃橙子。 因为橙子中含有一种叫柠檬酸的物质,这种物质会促进酸性环境的形成,从而影响血液的循环。 导致痴呆症状加重。 5. 墨西哥葡萄 老年痴呆患者也不能吃墨西哥葡萄。 因为墨西哥葡萄中含有一种叫草酸的物质,这种物质会影响人体的钙吸收,从而对骨骼和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。 1. 老年痴呆四大主要原因。 1. 食物过于油腻。 在人的天性中,油脂的摄入会使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,感到快乐。 但是万一控制不好摄入的量,吃的食物太过油腻时,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会不断升高。 2. 医生提醒我们,胆固醇身高会使得老年痴呆的几率大幅上升,甚至提升三至五倍。 2. 久坐不动,现在很多上班族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。 长期久坐,不仅对人的腿、背、腰造成伤害,还容易地老年痴呆,适当的运动能让大脑处于兴奋,有活力的状态,能够有效预防老年痴呆。 3. 不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控制和保养。 3.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许多人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,很多人由于不是很严重,对于病情控制力度不大,也不注重保养。 这就导致血液时长很粘稠,浓度很高,影响到大脑的正常代谢。 由于大脑代谢受阻,周围的神经系统会受到波及,很容易诱发老年痴呆症。 如果对于病情不加控制,不注重保养,那么老年痴呆症发病率会非常高。 4. 不爱动脑。 如果平时不爱动脑,不同他人进行社交,大脑皮层受刺激就不多。 越是上年纪,大脑刺激越少,就越容易导致大脑退化,则老年痴呆症发病率也就越高。 除了以上四点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刺激大脑,使我们更远离老年痴呆症呢? 下面给大家一些建议。 饮食,除了少吃,少游,还要吃一些健康的食物,对自己进行一个健康管理。 美国曾经建设过一个社区来帮助居民进行心脑血管的预防研究。 研究人员发现,对于人们进行健康管理后,老年痴呆的发生率竟然下降了。 所以,我们要有健康的饮食和一定量的锻炼,这帮助我们预防老年痴呆症。 二、五十岁后,常吃三果,有助健脑。 一、龙眼。 龙眼中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,其中包括铁、钙、磷、钾,以及多种氨基酸、造素、X、肝氨酸、柔质、胆碱等。 这也是龙眼强大滋补功效的原因。 现代研究发现,龙眼除了强大滋补功效的同时,龙眼中含有的尿密病核腺肝是人体必须的核肝类生理活性成分,更具有促进脑细胞增长,消除大脑疲劳,增强记忆力的功效。 中国古代医学也早就发现了龙眼这一功效,常将龙眼作为补心养皮,抑血安神的良药。 二、南瓜。 南瓜是非常健康的健脑食品,南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并且还含有一种非常好的健脑元素,T胡萝卜素。 中医也认为,南瓜可行脑提神,改善神经衰弱,心神不宁的问题。 每天吃些南瓜,大脑到老都灵光。 三、核桃。 核桃是科学家公认的健脑食品,因为核桃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,常吃可为大脑提供能量,并帮助大脑赶走血管中的杂质麻,促进大脑健康。 中医也认为,核桃是非常好的健脑食品,因为核桃裹肉非常像人的大脑,中医认为以行补行,因此核桃的健脑功效是中西医所公认的。 三、五十岁后,常喝一水,提高大脑记忆力。 五十岁后,很多会感到自己大脑的记忆力越来越力不从心,总是会妄东妄西的。 想要维持大脑功能,提高记忆力,大家可以常喝绿茶。 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发现,常喝绿茶有增加脑细胞,维持大脑血管健康的功效,还有增强记忆力,缩短大脑反应时间的作用。 这是因为绿茶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抗氧化剂。 多喝茶有助于预防老年痴呆,大家可以养成喝茶的习惯,对降低血脂,维持心脑血管健康也非常有益。 四、晨起后,动三下有助大脑再度发育。 最新研究发现,长期合理的运动有助于促进人们大脑脑细胞的增长。 这是因为,一些健康的有氧运动,可以帮助人们吸入更多氧气,为大脑提供充足养分,对人们大脑灵活度和记忆力都有非常好的提高作用,等于是促进大脑的再度发育。 下面小编给大家推荐几个有益大脑健康的三个运动。 一、快走。快走可以提高人们至少30%的心率,并为大脑增加5%的获养量。 并且快走运动老少皆宜,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人体心肺功能,提高机体免疫能力。 对大脑和身体健康都非常有益。 二、咬牙切齿运动。 早晨起床后,人们可以做一做咬牙切齿运动,就是牙齿尽量用力咬合,坚持一分钟左右。 这样的运动可以促进人们头脑清醒,并促进头部血液循环,有助提高记忆力。 人们在做咬牙切齿运动时,口腔中唾液会大量分泌。 中医认为,唾液是人体重要经验,吞咽唾液有延缓衰老的功效。 三、瑜伽。 休闲的时候,大家可以做一做瑜伽运动。 美国科研人员发现,经常做瑜伽可以提高人们大脑的智力水平。 因为人们在做瑜伽运动时,会进行冥想。 运动时,人的心情放松、平静。 这可提高大脑攻穴,提高人体的控制能力,从而提高大脑功能。 五、老人常说四句话,需要提高警惕。 一、我感觉这个人不太对劲。 患病后的老人会变得敏感多疑,对身边的人和事不信任。 例如怀疑老伴和保姆有不正当关系,认为保姆偷了自己的钱,怀疑邻居监视自己等等。 二、这个怎么弄?我不懂,因为记忆减退,很多以前会做的事现在不会了。 比如常用的电饭锅、洗衣机不知道按哪一个按钮。 子女交过一遍,但很快又忘了。 再比如不会用遥控器、手机,总是不停询问。 三、我要去找我的战友、父母同事。 四、患病后,老人常常提起那些已经过世的人,以为自己还年轻,记忆错乱,停留在多年前,可能会做出背包去上班,找战友去喝酒,想去父母家等行为。 四、我不记得我要干啥了?老人常常会突然中断某一种行为。 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,例如走到卫生间门口,突然又转身到阳台,正在找钥匙的时候,突然又穿鞋出门。 不认的时钟和路牌,无法表述自己的行为和想法。 子女要经常倾听老人的心声,了解他们喜欢什么,想要什么,可以在家中播放他们喜欢听的喜剧、相声,经常带他们出去参加团体活动。 简单的家务可以教带老人去做,训练日常自理能力,增加环境刺激,带老人去没去过的地方走一走,丰富生活内容,能够给大脑带来不一样的刺激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 不知道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感受?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,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